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来看不来的场 说到宣教 你会想起什么呢? 像戴德生川州月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宣教吗? 还是宣教是走进最危险的地方 然后被土人杀了而殉道? 其实 宣教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恐怖的 马上来一条问答题 在和和本圣经里 宣教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 三 二 一 是零次 不过在拉丁文圣经里面有mission 这个字可以翻译为mission 使命 以及sending 拆遣 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说过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你听到了吗? 我可以拆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你在哪里? 十一月是宣教月 让我们全教会总动员 一起关怀身边的灵舍及朋友 同时也预备好圣诞节邀请他们 同来参加满星喜乐庆圣诞的布道会 十一月十七日的宣教庆典即将来临 请弟兄姐妹们预备新立月 2020年的宣教款目标为九万令吉 请弟兄姐妹们预备新立月 同时今年已立月的弟兄姐妹 可继续缴交款项给陈立凤之事 好消息 十二月十四日在十兆远啃场博物馆 举办了我们的十兆远摄影活动 欢迎所有的摄影爱好者 一起来拍下啃场资美 有兴趣的弟兄姐妹 可上网报名哦 下主日是组织学组日 也欢迎更多有负担的组织学老师 及福音车驾驶员等等 加入下一代的服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